为推广高龄者行动友善环境 让长者及行动不变者能在地救养 在地乐活 政府以补助方式鼓励老旧公寓增设电梯 目前已经汇整新北市补助核定案例的相关电梯形势及图说 放置在都市更新处网站宣导专区供民众参考 新北市区内有非常多的五楼旧公寓 不但外观老旧也没电梯可用 常常造成老人或行动不变的人困扰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处 前几年就推出了都市更新整建维护补助计划 这几年下来已经有许多的成效 新北市老房子多 但老房子不一定不安全 所以如果说我们人家的老房子 它的结构补强了 然后里面也弄得欢然一新 然后如果人家加个电梯 那其实原则上是不必一定要去打掉重建盖个新房子 那我们这一部分的协助是从民国一百年就开始 那大概起先是因为知名度不够 后来慢慢现在开始人才开始申请量多了 那目前为止光我们电梯部分 目前为止我们进入已经有十五岸 已经是在这个资格符合 你在市中其中有五岸已经完成程序 路根处表示新北老公寓情况非常多 且大多数民众对于自家是否有足够空间符合设置电梯 或申请补助都不是了解 是否为了回应民众对于公寓增设电梯需求 并协助民众可以同时解决建筑设计 申请建筑执照以及电梯发包施工等专业问题 已经在去年创全国之先 由市府招募 增设电梯的黄金优选团队名单 并将以成功获得补助案例相关电梯形式以及图说 都至于都市更新处的网站宣导专区公民众参考 同时也提供了黄金团队 所谓的黄金团队我们就是把营造厂跟建筑师抓在一起 这两个经过我们的评选说是有资格来承诺这样的业务 我们放在我们新北市都市更新处的网页上 那就是如果说有我们的市民有需要 可以直接到我们网页去看 这是我们提供的服务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提供总经费 也就是设计加上建造加上工程经费的50%的协助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利用 更新处表示 目前新北市申请都市更新整件维护补助的电梯案件 目前只有两件完工 一案施工 两案审议通过 如果有申请补助意愿的民众 可以透过市府的辅导团队提供咨询 相关资讯也可以到都市更新处网站宣导专区查询详细内容 这本书找不到